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有好友Hendrick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分享他的上市之道 以及他的成功經歷 做遊戲其實是一個本身的願望 所以我們當時定名叫中手遊 是一個中心 即是手機遊戲的一個中心 一個願望 當初創業的時候 是否打算用上市為一個手段和目標 都是需要集資的 但在我的經驗上市的集資更加容易 集資上市 接著我們再做的就是 我們所謂的下一步的智能手機遊戲 但我們的遊戲有沒有能力 令你長期玩呢 所以我們不斷嘗試 我們有139個IP 我們用不同的玩法 不同的數值 不同的一些財務模型 去嘗試這些年輕人的心理學 其實上市在2012年 我們美國上市 我們的好處就是 基本上很多外國公司都想入中國市場 我們中手遊就發揮了橋樑的作用 即是當各個各自發展自己的元宇宙的時候 任何一個地方可以有豁搭一些的 容納到幾個元宇宙走進來拼賣的 然後可能就是大家的用戶就計而是倍數增加 或者再透過一些大數據去幫大家的Pattern 這類Pattern的人 和那類Pattern的人可以走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們可以預見的可能性 但是歸根究底就是你要有相對的用戶 即是我們通過我們的投資 其實分享了一些成長的機會 可能不是自己熟悉的領域 但你可能很認同那個理念 所以我們其實久而久之 我們都成為中國頭100大的一個投資者 一個基金 要投資人才的培育 元宇宙的空間發展可否給他們有機會進入呢 我們將這些大師聚合在元宇宙上 而這些學生也可以隨時隨地 可以即時參與 或者可以看之前錄製的一些課程 也是可以的 就是以前有可能說所謂地攤經濟 其實現在是一個空間經濟 你裏面開到空間慢慢變大 慢慢去接合其他人 沒錯 即是線下經濟 搬上線上 還有可以更有規模做一個scale出來 沒錯 還有新的業務模式可以創新 我們非常感謝Hendrick 今天跟我們的分享 還有帶出了一個很鼓舞的訊息 就是香港人是可以的 好 多謝Jason 一定可以